《新的大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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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夢想 Angelo跟了法國名廚Robert Shawn 近十年 2010年去台北做開荒牛 前途光明 無可挑剔 但心中始終有一個創業夢 你感覺很重要 但全是因為這個大廚 或是因為這個大廚 Angelo在2013年 直至離開台北Robert Shawn餐廳 在台北開了第一間自己的餐廳 來到香港開新餐廳 Angelo的秘密武器 就是連Robert Shawn也大賺的risotto 這是我第一次做的 Mr.O.Buchamp 而這個risotto 我認為是 我和他聯繫了 上當年 Robert Shawn在巴黎 吃過Angelo煮的risotto之後 就心心受打凍 決定將它收歸旗下 結合了亞洲元素的risotto 北海道海膽的鮮田 結合了新鮮山葵 味道濃郁而不會濟口 Angelo曾經在2007年的時候 來過香港 回來之後 發現香港變化很大 但反而激起他的鬥心 在跑馬地開起這間 正在做晚事 招待26位客人的小餐廳 喜歡簡單的做法 是Angelo的原則 招牌菜龍蝦麵醬汁又滑 香濃而不濟 但原來一粒忌廉都沒有加到 餐廉都沒有加到 這個菜市場 我們每次一分鐘 我們煮的一分鐘 我們煮的洋蔬 因為它會炒 然後我們會炒 然後加上醬汁 然後加上醬汁 要加上醬汁 加上醬汁 加上醬汁 台灣是非常好地方 我們住在那裡 我非常記得西西里 但在一刻 我自己的生活 很容易和好生活 感覺很麻煩 我必須回家 像我之前在香港 或在英國之前 對他來說最有意思的一個菜式 就一定是來自他 郊鄉西西里的魚湯 令他想起早上 和爸爸出海打魚 回家就煮這個湯的回憶 每次我自己做 我不會觸碰這個菜 因為大家都可以做 我分享 但我和這兩人有關係 透過